讲个薛之谦的吧 对 你讲一个我再送一个 真的吗 你自己逼啊 对的 薛之谦有一些怪癖 就在录音上 生活中还OK 他觉得自己的嗓子 就像自己的敌人一样 不行了 我刚才不行了 我现在要喝热的 我要喝热粥 就要去买热粥 我来拿酒 你等着 就看着我 你不等着 我喝完这个粥 我厉害了 厉害了 我告诉你 好喝 我很好了吧 差不多 进去唱吧 就一般垮掉 那你们说这个 我送一个 我插播一个小的 就听说薛之谦吃屎的事吗 你这个太大了吧 这还是插播 我说不是真屎 是真屎 是人拉的吗 不是人屎 人拉的 谁拉的呢 不知道 他们怎么呢 他们是做一个工艺项目 好像是走到那个下水道里面去 然后就要帮着清洁 要帮着 不知道 反正就是那个 体验那样的工作嘛 对 然后结果 摔了一下 不是摔一下 崩嘴里了 要不要上去休息啊 我刚刚不小心见到嘴里了 是不是到嘴里了 然后结果整个人就 就是发发炎 又什么发烧啊 什么什么的 因为下水道里面还不只是一个人的 他至少 是真的 他是千家万户的 新年新宋关怀把全送给他了 哎 这个事我真的第一次听 是是真的 好标题 沈南说薛之谦吃过屎 没有没有是真的 但是我想说什么呢 他是为了工作奋不顾身 摔了摔了奋不顾身 好可怕 我这边这个送的八卦就是 也是薛之谦最不容易的时候 这个故事发生在2011年 薛之谦曾经 找我打听他的通告费是多少 找你打听他的通告费多少 2011年 因为他当时怀疑他当时的经纪人 对他有一些那种就是 苛扣 对苛扣 没办法我就帮他去打听嘛 打听到了 确实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 竞争有没有竞争一些勾当 我不懂 但是我只能说 2011年薛之谦那个时候 一万五 对他 你太敢说了 有啥敢说的 2011年对啊 差不多就是这个价吧 六千年了 已经很好了 三千年好蛮高的 而且这个事儿当时聊起以后 有一个就上海的导演说 啊 2011年他一万五啊 我们这边都是给他两千 但是他现在怎么样 大家有目共睹 所以说人都是努力 才会得到更好的回报 来我们这边 薛之谦为我们节目贡献了 很多位进一杯薛之谦 谢谢 这世界很酷